在电影《八百》中,偷豪饰演的端午,作为一个出身湖北农村的底层军人,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。 一开始,他只是抱着跟着长辈一起外出打扫战场的形态,顺便到大上海走走看看,却误打误撞地进入了四行仓库执行死亡任务。 毫无战争经验的他,在面对枪林弹雨时,本能的胆怯想要逃避,但在目睹亲人惨死、英雄救义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事件之后,端午受到英雄主义精神的感召,并迅速成长为一名和和的战士,成为片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之一。 我看完电影以后这个感受就是,他是一个虚构人物,但在这个电影里显得特别的真实。 你觉得当中哪一场戏对这个人物来说,他是起到一个特别重要的这种转折的作用? 应该是他其实想从那个水道下面游出去,跟那个老蒜盆一起,但是他突然发现就是日军过来了,然后他喊了一声,其实他喊的第一声是小湖北,他毕竟还是一个农民嘛。 一大叔跟他说,端午你要照顾好小湖北,因为他就是那种一代跟一代的那种关系,然后他其实第一反应是觉得说,我的我弟弟还在里面呢,小湖北快跑啊,就那种,然后队样的人发现敌人过来了,然后等于是其实叫醒了仓库里面所有人,然后去跟他们去反抗,然后也算是救了大家,然后队样就有人在说,你是个英雄,其实他那个年纪可能小时候也没有觉得说,哎,英雄,感觉 这个词第一次他用到我的身上,他对英雄这个没有概念,没有概念,然后第一次听到就会觉得说,有一种满足感吧,我觉得还是那种虚荣心可能,就觉得,然后他就觉得,哎,我应该要回去,我不能到队样去,我要跟大家在一起,我觉得那是他第一次感受到了, 就这种正义给他带来的这种心理的这种满足感,然后其实后面比较大的转变就是在于山东斌,大家都绑着那个扎当要往下跳嘛,然后那个山东斌就跟他说,哎,小孩把我绑一下,就他一开始就是一个,我觉得就是一个,一个那种, 你叫我绑,我行,我帮你绑,帮他一绑,然后他突然就反应过来,哎,他这是要去死啊,就那一下其实对他的,那个触动其实是特别大的,就是大家都是同胞,你们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,为了就是保卫大家,然后牺牲自己,我为什么还要老想呢,要跑呢,要走呢,所以他从那时候开始,其实内心已经开始有了变化, 戏里头啊,这个端午跟老算盘的戏份非常的多,你的表现就是跟这个张艺的表现,虽然你们年龄有差异,依然是旗鼓相当,所以那个刹那我觉得特别的,特别兴奋,哎呦,我说哦,好,真是,真是有自我的这个突破啊,我相信你们在这个拍摄过程当中,无数次会出现这种火花 跟一哥合作过少年的时候,就大家还是有一个熟悉感,我其实就是在这场戏,前面其实熬了,熬了很久,就熬了48个小时,然后去现场拍戏,48个小时不睡啊,不睡觉,就是为了要拍这场戏,因为其实都是,其实老算盘在表达,那端午其实一直都是拿枪举的,其实就是反应,但是你要怎么样被他的话所感动,被他打动,然后愿意放下枪,好像说他想, 活下去,好像也没有错,那其实就得,那个状态,我就想,你刚刚经历了一场大的,大的一个战役,那我觉得这个状态肯定是极度的疲惫,颓废那种感觉,然后我就用这种方式,然后第二天去现场拍,看到太阳都想死,就觉得啊,怎么会这样,就人会极度的疲惫,那我觉得好像这个感觉,对于端午来说还是适合的,感觉就是这个感觉就对,然后导演就说,你要听一哥说, 你要听他说,他真的要把你听到点内心,然后你才会放下枪,让他走,一哥就是,就真的很会演,这真非常会演,那他说的话,他就表现的方式,就是内心就让你去想,其实他一个人,确实他说的没有错,手指也断了,他也打不了枪了,而且他想活下去,好像也没有错,不一定要大家,所有人都要在这里等死的感觉, 然后我就通过他表演内心一想,就是最后他还是把枪放下,其实那场戏虽然你没什么台词,可是你的这个表情,你的很多的动作,就是你可以发现这个东西不是演出来了,完全这个双方的这种情感的刺激,被感动的, 所以我觉得这场戏特别的真实,因为这场戏有可能是演过头的,你不到位倒是不太可能,但是很容易演过头,演过头的话,那个效果是适得其反,还有你跟张艺在水里边拍那么多场戏,应该也是很辛苦的,对,那个拍了一个星期,就那个水拍了一个星期,对, 因为很复杂,他其实等于,就是他从一开始,那个,所有从外外走,那人进来那些,那个,我记得是拍了一个星期,特别特别的冷,是冬天拍的吗? 十一,十月,十一月这样,我记得是,那已经水里边很冷了,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年苏州那么冷,我觉得我跟一哥,两个人在水里,就是这种感觉,就这种感觉,你开玩笑说,这个, 这辈子还可以跟一个两个人在水里冻成这样,看着烟花,也是头一回,对,就大家,就冷得实在没办法,就只能是,就是,还开个玩笑,就让自己稍微,活一下,觉得说,就我们俩在一起,可能还挺浪漫的,就这种感觉,一哥有经验,他说,小欧,你一会这样,你把那个,衣服先穿一件保暖的那衣,裤子,然后你裹一层保鲜膜, 哦,就每天两个人就在想,他一哥一直在出点,你只能想,可以让自己,因为也很怕,如果说一旦生病了,会影响那个拍戏的状况,就你穿,穿这个,把裹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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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裹� 什么,什么也没有用 没有,没有用,特别的冷,就一直在抖,而且就怕有一点,拍你的时候,不自己抖的那个,太厉害,但是那牙齿会一直一直在打架 所以就那个其实真挺难的 而且你们俩都不太擅水,是吧 对,我也是因为拍戏才学的游泳,我虽然是海边人,但是我其实不会游泳 我一直跟朋友说他们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笑的一个点 一哥好像水也没那么好,对 所以那时候导演说两个汗鸭子在水里泡了一个星期